謝謝主席 主席請一下潘主委 來 主委 一位好 潘主委 我們的前主委 王儒選王主委 趙守伯 趙主委 都一再向社會宣誓 反對這個本勞跟外勞的基本工資的脫鉤 這個信念我想主委 你在這邊也表達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我們在今天我們的報告 在老委會立場是一樣的 好 這個部分就是說 在目前不管是未來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或者是自由經濟貿易港 或者是所謂的虛擬特區 你都會堅持這樣的理念嗎 除非在什麼像法務部 為什麼又有除非 這邊我們一定要談到就是說 除非是什麼 現在我也跟院長報告說 這個問題不是單一只有老委會的議題 因為我們總統有簽兩公約 兩公約是一個政策上重要的宣誓 所以今天法務部管這公約 他不是要告訴我們 經濟部門他也要告訴我們 他們有沒有問題 做官是三年官兩年末 做官是一下子 做人是一倍 我今天沒有個人立場 我只有勞委會立場 對 勞委會的立場 就是應該正在勞工的立場 對跟UMN的看法是一樣的 我們對於本勞外勞 就是所謂啊 我們對於所有的勞工 就是應該本持的同工同仇 我們對勞工的權利 就是都要受最基本勞工權利的保障 對我完全同意 對我們在法律都要受到同樣的一個保障 是不得有任何歧視的在那個作為 沒有錯我們看到世界很多主要的國家 美國日本韓國大多數的歐盟 甚至連中國都有最低工資的這樣那個設計 沒有錯 來保障勞工這樣的一個基本的生活嘛 現在不只是對於對於勞工 照顧保障的這樣一個普世價值而已 你本勞外勞的脫鉤一定會造成雇主大量要使用這些 本勞外勞的脫鉤之後的這樣一個大量的外勞 會造成大多數的勞工失業 我們在國際貿易也會 除了國際形象受到衝擊之外 我們也會受到制裁 我們用這樣一個社會傾銷的方式 要用這樣的一個本勞外勞脫鉤的這樣的一個啊 這樣的狀況 這對台灣的勞工啊跟經濟 都是傷害衝擊很大 所以我才會請教主委 你會對未來的這樣一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自由經濟貿易港 或者是所謂的虛擬特區這樣出來的時候 你都會堅持你的理念嗎 過去我所了解到的 在以前去年有些討論的時候 基本上是排除不再談這件事情的 對那我也希望我們去爭取不要再談這個問題 這不是我們談的 這是你們院長談的 這是你們今天會護主委談的 誰在談 是你們在談的呢 對但是勞爾會到現在為止便沒有去詢問這個問題 你先休息一下 那主席我請一下那個長期為勞工朋友在努力的孫有臉先生 我請教他一下問題 來 秘書長 那個孫先生啊 你長期在為勞工努力啊 我請教一下 你針對本勞外勞的脫鉤 以及剛才我們潘主委的這樣的一個回答 你感覺到如何 你有什麼評述 以及你感覺到樂觀嗎 請說明一下 我想如果按照我所看到 勞爾會網站上面的所有 所羅列的國際公約的話 我對勞爾會的基本態度 應該要有所信心啦 因為除非上面所列的所有的國際公約 都是不再遵照的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本外的基本工資脫鉤 不是國際公約的問題 是違法的問題 因為 馬總統在2008年簽了兩公約 而 立法院也通過了兩公約施行法 如果不按照兩公約的這個規定來做的話 基本上 不是違反兩公約或其他的規定的問題 而是違法的問題 跟行政院 動漲基本工資的問題是一樣 因為那是違法的問題 謝謝 謝謝孫先生 來主委請一下 主委 我剛才的話 就是希望對你有一個鼓勵跟肯定 謝謝 三年肝 兩年就沒了 做肝 一下子 做人是幾四人 我希望你能夠站在 堅持勞工權益 跟普世價值這樣一個立場 來為勞工啊 堅持他們應該有的權益 我在這裡已經三十年了 好主委 謝謝 那我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 終點外勞的這個刊物啊 我們聽說我們勞委會最快明年要事辦 那現在有聽到這樣的風聲 也看到這樣的新聞 那我們實際規劃的 這樣的一個啊 長期照顧的這樣的一個 外展的服務啊 是 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規劃到底是怎樣 請請來說明一下 請局長來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問題 我想目前我們在外企看護工啊 基本上是符合一定的資格 也就是說經過衛生單位 他的評鑑以後 然後他經過內政部 同意了以後呢 推薦人數沒有辦法達到以後 我們就給他一個外企看護工 進入這個個人的家庭內 所以我們現在唯一的制度是這樣的 那最近呢 我們也在放寬的 因為我們委員很多的關切 就是八十歲以上 他需要有嚴重依賴的部分 繼續放寬 但是我們在思考的是說 這樣的制度之下 這是完全是個人雇用式的 那對於其他的一個服務需求 有些雇主可能沒有能力去負擔 例如說在家裡一個位置給他 或是一個管理等等 所以我們嘗試的是說 一個新的模式 那你們是要委託 非營利組織 對 目前的示範 目前的示範計畫是 先從非營利組織 那它的標準是怎樣 這個示範計畫現在是在草案 所以還在多 什麼時候會出來 還在討論 我們在十月份的所有呢 會邀請有興趣參與的 非營利組織 大家一起討論 所以討論完了以後呢 才會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計畫 來做示範 不過跟委員報告就說 這個示範計畫 並不會影響現在目前 既有的所有的制度 這是一個小規模的示範 小區域的示範 還有基本的這樣的一個 受到時速 以及健保等開銷的一些保障 那現在如果這樣的處理的話 那對於外勞的這樣的一個管理 其實是這些非營利組織 他們有能力處理嗎 對 他們的管理成本 以及他們的夜間管理 這個是問題最大的 這個部分 請局長簡單說明一下 我想實際上這樣的一個管理模式 在台灣實際上已經存在很久 我們所有的產業外勞 都是這樣的處理的模式 實際上這個管理已經有建立 我想 所有人要參與來的這個會議組織呢 都已經了解了 所以他必須要彈幕局 雇主管理 訓練 等等 這個都要好好的一個規劃 因為這些需要照顧的我們的長輩 他跟這些外勞的朋友 他們在過去的模式 都有一定時間的默契 也有一定的了解跟感情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照顧之下 會有比較高的一個照顧品質 那現在改成終點 那我這個終點 請的是這個外勞朋友來幫我們看顧 那下一次會是同一個嗎 是常常換還是都不換 或是每次都會不一樣 然後每次不一樣來 又要重新來跟他說明這個長者照顧的基本模式 他的個性他的一些生活起居 那這個會有很大的一個不便 第二對於外勞朋友 他們這樣 他們是不是 又會變成這些團體 如果沒有很嚴格的篩選跟管理的話 是不是又變成一個人力派遣中心 然後這些外勞的朋友 他基本的這樣的一個權利又受到傷害呢 這個是不是我們這個主委都要在這部分 來做一個很好的規劃 這個請說明一下 你們目前有什麼規定 委員的意見非常中肯 您對這個真的非常了解 那所以我的了解 因為我有參與到內部討論的過程 聽到就是說 他其實他們將來辦的模式 會因為不同的選擇的搭配 他可能有不同情況的搭配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需要說長期一點的 同一個人去服務 有些人可能不需要這樣子 你看你的症狀狀況 可能他做的選擇不同 所以現在又碰到一個問題 他有不同的選擇 我們就業法第57條裡面就有明論規定 我們雇主聘雇外國人 不得由以本人名義聘雇外國人 為他人工作之情勢 那這個怎樣 你們要修法呢 還是視而不見呢 還是裝傻呢 這個部分請老委會說明一下 你們要出力 跟委員報告一下 實際上我們現在目前 這些有興趣來參與的會議組織呢 他本身就是在提供這樣的服務的工作 也就是說並不是所謂的 人力派遣的模式 這只是說他把他的服務的方式呢 提供的方式呢 用外財的方式 主委還有一個部分啊 我們有很多非營利組織的 還有長期照顧老人的朋友 認為說 我們現在 大家的平均壽命都延長 所以有很多初老族的朋友啊 他們也可以擔任這樣一個 照顧我們自己長輩的 自己長輩照顧 對 那我們自己台灣 有很多這樣的 中老年的人 他們的身體狀況 他們對於照顧老人的感情 生活習性 語言也相通 那我們老委會應該針對這個部分 對於我們台灣的 中老年 這樣的一個長期失業的人口 我們應該 在這個方面 來努力啊 讓他們能夠擔任這樣的一個 照顧的工作啊 這個老委會有沒有這樣的規劃啊 其實這個制度本身就是 希望炒作方向去做的 好 我想剛剛委員提到非常正確 我們也是希望 因為現在目前的外勞的 看護工的制度 一對一的雇用制度 實際上本國人呢 很難 很難 進入這樣的產業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一個 試辦計畫呢 實際上會有本外勞的比例在 所以說本國人呢 尤其是剛剛 委員關切的 中高齡的這些失業者呢 有機會 進入 經過我們的訓練以後 進入這樣的一個產業 這也是說 我們希望提供一個 在不影響現行制度之下 提供一個新的模式 讓更多的失業者可以進入 主委 我們今天啊 提到這個本勞 外勞脫鉤的一個問題啊 我希望主委 嚴肅的看待 不要再有除非這樣的制言出來 原則就是原則 普世價值就是普世價值 其實沒有所謂的除非 除非有虛擬特區出來 除非有自由經濟示範 除非有自由經濟貿易港出來 我想主委不會應該有這樣的制言 我們現在就是要法令 要遵守法令去做的 這是我們現在立場 非常清楚的 主委如果有本勞外勞 不管是行事上或私事上有脫鉤問題的時候 我認為就是主委自己應該要下台的時候 主委有沒有問題 謝謝委員關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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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